夏天到了 许多人想开车出游 但现在对美国人来说 开车旅游恐怕得再三考虑 一辆车加满油竟然要价台币将近3000元 美国平均一加轮汽油现在要价将近5美元 油价越飙越高 民众大喊吃不消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停征三个月汽油税的方法 要帮民众减轻负担 不过共和党批评 美国其中选举快到 拜登这个举动是在政策买票 民主党也有杂音 拜登还请来七位石油公司老板到白宫召开紧急会议 希望他们调降油价 石油公司表示确实很为难 卖若高油价时代对于必须以车子代步的美国人来说 日子真的很辛苦 日月新闻综合报导